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胡子老爸 今天是比利时分国的第十天 我们现在去超市采购吃的东西 然后顺便看一下分国十天后的超市是什么一个情况 好 跟着我的摄像头一起去超市里面看一下 在路上还可以看到少量的车 行人基本上是看不见 但是车还是有一些 好 我们刚停完车 今天好像没有限流 我看了一下前面没有人排队 戴完口罩戴完手套 现在准备去超市里面逛 手套一定要戴 现在不戴手套也非常危险 不光是要戴口罩 手套也一定要戴 跟着我的摄像头一起去超市里面看一下 它现在限流现在是外 还是有限流 我还以为今天没有限流运气这么好 跑过来一说 那个保安说要在门口排队 不在楼下地下室排队在门口 已经有看到老外也戴口罩的了 有发现两个老外戴口罩的了 两个老外这里一个 这边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薯片区 薯片区有些是卖空了 但是绝大多数货还是有的 这个星期的货比上星期齐一点 这里有一个卖空的地方 这个星期没有说比上星期那么夸张 全都卖空的 今天咖啡是有了 我家里咖啡喝完了 这也是必需品看一下咖啡 今天的货还比较齐的 这里面包这里货架上 基本上都还摆满的 跟上次比起来 这次货还比较齐一点 这里是半成品的肉类活家 也是货品比较多的 上次也是基本上卖光了 这里的这边是尿部区 尿部区也货补满了 上次过来尿部区也是空空的 今天过来这里尿部区也是补满了 看一下小孩子奶粉区域 前面奶粉也是基本上是满的 之前过来这边全都空了 现在这里基本上货还是有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水和厕纸区 水和厕纸区 今天货基本上全都有一些 厕纸也会有一些 现在工作人员在装厕纸 水也是基本上都是满的 但是厕纸牌子不是很多 有些厕纸还是基本上都是空的 大家可以看上面 厕纸这边还是很多是空的 但水这边基本上都有货 不要上次过来水都空了 可以看到少数人还是戴口罩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戴口罩的 连工作人员也是不戴口罩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牛奶区 上次过来牛奶卖光了 这次过来牛奶还有 赶紧先扛两箱回去 好我们来到了这面粉区和糖类区 面粉和糖还是基本上卖空的 糖和面粉这里货架还是空的 油已经有了 意大利面也补上了 但是糖和面粉还是没有 今天的货基本上还是挺急的 没有说像上次那样这么夸张 全都卖空 意大利面酱也是有的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买蔬菜的风箱里面 风箱里面看一下这里蔬菜的 蔬菜多不多 今天货架上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有 然后奶酪区也基本上都补满货了 没有像之前空荡荡的一片 我来前面看一下鸡蛋 哇总算买到鸡蛋了 鸡蛋今天也很多 总算能买到鸡蛋了 多拿两盒 拿个四五盒 今天的酸奶区也是货基本上都有 好这个酸奶我喜欢 拿一罐 穿奶区基本上也有货 现在比利时也是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戴口罩了 大家也开始重视起来这个地形 我今天这超市逛下来 差不多有看到十几个人 已经开始戴口罩了 但是绝大说什么还是不戴口罩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披萨 披萨还是不是很服 这里还可以 这里披萨还可以 披萨也还可以 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都不戴口罩 工作人员不戴口罩也非常危险 但可能几个客人都有戴口罩了 买菜人都有戴 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这里一排全部一个都没有戴口罩的 把今天超市购物的视频就到这里 超市里面也没有 之前这么紧张了 也没人囤货囤这么多 因为超市货基本上都补上来的 主要是当时第一个星期 刚封城的时候大家比较紧张 所以囤了很多的货 今天的话就非常正常 超市里面基本上什么都有了 好 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胡子老板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 点赞 加分享 拜拜